高速公路 空拍鏡頭往下看 民雄戰備道和機場跑道 幾乎相同 讓飛行員目視進場的標線 跑道兩旁該有的標示 一個也沒少 為了讓軍機可以把高速公路 當機場 軍方要擬定作戰計畫 高工局也要早早開始準備 工程人員忙著整坪 載著瀝青的工程車 也不斷在高速公路穿梭 國道路面標準 是瀝青鋪上的厚度要達到兩公分 這樣的道面品質 不只可以讓重車通行 連戰機都可以起降 因為我們平常高速公路 一方也是重車大貨車大卡車也在走 大概都是幾十噸的一個車輛在走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並沒有說特別 戰鬥機在這邊起降 讓他會有沉重的問題 像在高速公路上施工 還不影響交通 作業時間就得拉長 但演習正式開始前 高工局其實還有個大挑戰 民雄戰備到的道面整坪工程 前後大約有兩個半月的時間 可以來進行 但是包含了幫助空軍 飛行員辨識的地面標線系統 還有馬路中間的 紐澤西護欄移除 高工局只有最後六個鐘頭 才有時間來做 已經通過清除區 飛行員減低下降率 主輪出地 準時七點鐘降落民雄戰備到 這代表高工局順利在48小時內 把民雄交流到的路燈全部拆掉 路中間的紐澤西護欄全部移除 高面上飛行員墓室的標線 也都在時間內完成 但要讓飛機可以起降 不只高工局要忙 空軍官士兵們更忙 時間是午夜十二點 嘉義基地裡上千官兵 開始忙碌的一整晚 再來 再一點 這一陣被道的最尾端 地勤弟兄們要用最短時間 架起緊急時使用的攔截鋼索 你以為這只是條鋼索 它可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是用在飛機 無法正常刹車時的最後一道防線 也就是飛機的捕捉勾 會勾在鋼索上 將飛機拉住 但飛機的拉力相當大 所以鋼索必須牢牢鎖住 但這條鋼索可不能貼地 把俗稱甜甜圈的鋼索 一個一個拉到定位 讓原本貼地的鋼索 被撐了起來 現在看到這個教室托盤 可以讓我們的鋼紳 離地二至三寸 讓我們的飛機的捕捉勾 放下的時候往前 在攔截的時候 可以抓住這個捕捉勾 往前拉 讓飛機 利用這個飛機的 看飛機的重量 然後它的位置距離 讓飛機停止下來 靠四五百公斤的鋼索 要拉住一台飛機 絕對不夠的 所以兩旁的能量吸收車 就變得很重要 不過戰備到開通 不只白天要使用 晚上飛機要起降 就需要跑道燈 工作人員在將近三公里 長的跑道兩側 開始拉線炸燈 這無法用車子拉 用機器擺的工作 就全靠人力 一個一個擺 這高壓電線的工程車 慢慢地往前開 跑道兩側 至少要拉六公里長的電線 任何一個接頭 都不能鬆波 這不只可能 導致漏電的危機 還會讓燈亮不起來 架燈的同一時間 另外一組人 已經把計算距離的千尺牌 依照距離擺好固定 大約兩個半鐘頭 整條跑道燈 還有讓飛行員 進場的引導燈 終於架設完成 雖然這是第一次練習 雖然他們都要摸黑工作 但跑道燈還是順利搞定 這燈可不是擺好點亮就好 演習結束 工作人員可得馬上就收好 煙災剛剛亮 穿著反光背心 帶著掃把本機 上百位的勤務人員 就在跑道上整隊 他們要地毯式清除 倒面障礙物 跑道檢食作業 空軍基地裡每天上演 因為飛機要起降 發動機會吸進去的小東西 碎食雜草通通都要掃掉 但飛機怕的還有天上的鳥 這分貝超大的音頻車 就要利用聲音 嚇走在航道上的鳥 但真的有效嗎 目前要帶他們到 兩千那邊待命 發動官 手要拔 照收 鐵鐵特訓班 跟著嘉義基地裡的 鳥級防治作業班 開始跑到驅鳥作業 大多數機場的鳥類 對著聲音都會稍微麻痺 沒有太靠近鳥就不會飛走 但真的靠了上去 白露斯聽到聲音過來了 就會趕緊飛走 別說鳥了 在車子上待一陣子 耳朵可是會受不了的 那我們車子到的時候 牠不走我們就用獵槍驅趕 那相對的牠已經習性在的話 牠就流鳥 牠一定會知道說 我們車子在叫 牠不得不跑 因為我們站下來牠不跑 我們就用獵槍驅趕 的確有鳥趕都趕不走 所以就必須拿出獵槍 這是合法的獵槍 但就限制只能在機場裡用 這槍裝的其實是鋼豬彈 不是真的要把鳥打下來 只是要把鳥趕走 不過還是有比較不激烈的方式 遙控飛機速度很快 可以追著鳥群 朝再跑到上空的鳥飛去 他遙控飛機也需要技術 自身的士官根本已經和遙控飛機 達到人機合一的境界 而這小飛機最重要的任務 是把鳥趕出航道 讓牠覺得說 是對牠有威脅的 然後可能去改變牠的 飛行的線路 不過真的要趕鳥 還要趕民雄戰備到上的鳥 就不只有機場裡的這一套了 為資深班長開著車子 帶著望遠鏡 就在民雄戰備到 開始找哪裡有鳥 這工作叫做鳥巷調查 哪種鳥什麼時候出現 通通要登記 不只往東觀察 爬上車子頂 西邊也要看仔細 會去吃到碎的就是 百祿司跟百爾巴哥 那種麻雀 紅鳥 鴿子 這幾類 這被道邊大多是農田 會出現的鳥群不少 不過最令牠們頭痛的 恐怕不是來蜜食的鳥類 而是養鴿戶 沒有在做變更 移動 塗裝顏色都沒有變更 民雄周邊14戶的養鴿戶 牠們要一一拜訪 就怕有太隱密的鴿舍 兩位班長還要開車 在高速公路兩側地毯式搜查 我們有規劃每個禮拜 會去上去做一次那個 每個時段的調查 對 那如果有發現 有放飛的話 我們會把那個時間記錄起來 解決了鳥的問題 還要防止敵人突然來襲 公軍基地裡都會配有防炮武力 保護機場安全 如果跑道被攻擊 改由戰備道起降 防炮部隊就會在高速公路 南北的四個端點 部署防空車載艦1 飛彈可以目視追蹤 也可以雷達鎖定 360度旋轉 不過戰備道 不只上空要有保護 地面也要防止人員闖入 1 請者出右手 坐臥背請者 2 空軍基地裡的駐點憲兵 在演習開始之前 加緊練習琴拿術 已備不時之需 他們更需要演練狀況劇 模擬民眾不停勸阻 要應闖管制區的各種情境 請問有什麼事嗎 什麼鬼呢 請問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這邊已經是禁區了 不得進入 這周圍都有已經有管制了 你很漂亮喔 請問不好意思喔 請問不好意思 你的手不要這樣 要是說什麼 壓制是緊急時的最後手段 憲兵強調他們都會配合警方執法 防止任何的人員 然後車輛各項不安分子的侵入 影響到我們的任務的順遂 準備好幾個月 終於到了漢光演習的大日子 演習人員通宵搭彈沒合眼 該清除的 該架設的 都在飛機降落前完成 但就在飛機降落前的五分鐘 英雄戰備道的跑道上面 出現了個不速之客 它是一條蛇 這條小蛇突然出現高速公路 工作人員一度緊張 但它一流煙就消失國道上 為了完成國道起降任務 國軍動員1224人 144輛車 連續兩個半月的訓練 每個環節都可以圓滿 讓國內最後一條戰備道 順利啟用開通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致滿足